愛玲 玩累的時候有點餓了 下一站要前往 浩正全曼谷最夯的戶外餐廳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呢 是充滿歐式風味的巧克力 這兒 英文叫做 Chocolate Valley 對 然後這裡有十三畝這麼大 然後這裡是人氣最夯的餐廳 對 而且它其實整片什麼都是戶外餐廳 對 而且不得不稱讚 就是泰國人對於設計這種建築啊 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這是非常的漂亮 像有什麼小木屋啊 還有小潮流水 還有船 還有小鴨 小鴨啦 對啊 非常漂亮 每個地方都是拍照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這裡叫巧克力鎮 但是賣的並不是巧克力 對 我覺得大家都會跟我們一樣 就是有夢幻 對 為什麼它叫巧克力鎮 我後來就是問了一下他們的母身 原來啊 這邊的老闆 他原本一開始的職業 是做那個巧克力的活動 所以他對巧克力有一種 你知道 感情在 所以才叫做巧克力 叫Chocolate Valley 哇 好耶 那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看看啊 2011年開幕的巧克力鎮 因為歐式美景而名聲大噪 不僅有風車 小木屋 還有小潮流水 讓人忘了自己身處於都市之中喔 來到這充滿歐風的巧克力鎮 彷彿讓人走路了格林童話一般 一路追隨著美麗建築的步伐 讓人很難想像 這裡居然是個戶外餐廳呢 泰國啊 就是他們的顏色都很漂亮 很漂亮喔 你看 還看我們現成這樣 很漂亮 我看看 好 汽水嗎 我覺得很有夏天味 是甜甜的 然後因為它有點那種 氣泡水的感覺 那個氣蔥上面 又甜又新鮮 然後喝完就餓了 我們來試試看 加一點點冰淇淋 然後呢 再一點點的鮮奶油 多層次 現在要放入嘴巴了 好鮮薄喔 妳好開心喔 我覺得這個 比這個Pancake好厲害的感覺 是嗎 有點像是台灣的那個 非常普適的感覺 對…我剛剛介紹 好像一個甜點 對 可是它沒有這麼的甜膩 因為常常看到有奶油 會覺得它很甜膩 可是它那個冰淇淋跟奶油 配在一起啊 然後再加上它的那個麵包 是非常酥脆的 咬下去 很像在吃什麼夾心脆的那樣 它很順的耶 超順的喔 那我吃了 快來吃… 有沒有… 好幸福喔 妳超幸福嗎 這冰淇淋被吐司好好吃喔 嗨 好酥脆喔 好脆喔 好脆 脆 好吃耶 開心嗎 開心 哇 這冰淇淋被吐司好嗎 嗯… 這冰淇淋是第一次啊 好 這個是來這邊一定要點的豬腳 還有這個招牌豬肋排 哇 好大喔 對 好像直接拿起來可能 我覺得這邊的每一個餐點啊 分量都很大 很新人 嗯… 那我就先來試試看豬腳 哇… 先帶那個綠嘎裡下來 是綠嘎裡嗎 我來試試看就知道了 這綠嘎裡 好吃嗎 好吃 就是你知道綠嘎裡有那個香茅的味道 然後它醬啊 是有點酸酸辣辣的 配上豬腳 因為豬腳可能大家對它的印象就是 比較牛肉味的 對 可是我家最近熱門的就是Q牌 再加上它這個 酸酸甜甜辣辣的醬啊 整個搭在一起吃的料 好會介紹喔 好厲害 真的 這也給你吃好了 還有這個 我待會兒也會吃 好 我也來試吃一下這個 招牌豬肋排 妳最近妳要直接一大早這樣子 這樣要吃 這樣吃啊 好的 對啊 太豪邁了 加一點番茄醬 好吃耶 什麼樣的味道 就是它肉不會咬不爛 馬上就沒了 化了嗎 化了 真的 妳像糖醋是不是 是我餓了 我比較好吃嗎 我覺得看妳這麼豪邁 我也要開動嗎 可是我覺得不用加番茄醬耶 欸 好軟嫩喔 然後有一種很香的烤的味道 對 真的好吃 這個是魚露炸鱸魚 哇 這麼厲害 對 好像是有些用魚露去煎過這個魚 然後再拿去炸 好想吃鮮喔 對啊 然後呢 還有兩種吃法 一種吃法就是在它上面這個海鮮香辣的 辣的 對… 然後再來這個是 另外一個是它上面是生蠔 嗯 就是放在盤子裡頭 然後放一點生蠔在上面一起吃 對 酸酸辣辣的感覺 那我 因為我本身比較愛吃辣 我先來吃這個辣的喔 好啊 好啊 好的 好的 它鱸魚炸得酥酥脆脆的 然後魚肉也很鹹嫩 它這個醬很OK耶 麻麻的 這不是讓妳覺得太香辣 它是麻麻的 舌頭會有點麻麻的感覺 就有那種甜中厚的感覺 就是前面覺得 欸 它是誰 然後覺得 欸 真的有點辣 然後覺得 欸 上天還蠻舒服的 最後發現那個舌頭麻麻的 麻麻的 很特別 很好 然後我現在來吃吃看那個 加生蠔脆 就酸酸辣辣的感覺 是妳真的要喜歡的 喜歡的 對 對 我覺得是夏天的味道 很清爽喔 對對對… 因為你知道泰國很有名的 就是那個木瓜沙拉 青木瓜 對 然後它這個就是 那個青木瓜的那種 木瓜的滋味 配上一次夏天 就是這樣子 就是 酸酸甜甜的 然後把整個那個 鮮味再蹭脫出來 然後在海上啊 真的 夏天吃那天 真的是太新鮮了 對 巧克力蒸的美食 真的名不虛傳 夯的程度 是連訂位都訂不到的 很多人都是直接 來抽號碼排隊喔 主餐廳的造型 更是利用透明花雕 呈現法式花園風情 讓遊客們 彷彿身處在歐洲 有別於白天的美景 到了夜晚 巧克力鎮燈火點點 相互揮映 歐式建築的浪漫情懷 呈現出了 另一種不同的面貌 巧克力戰的多變 也是他獨特的 迷人之處呢 這超好吃的 我覺得 來泰國就是要嘗一下 那個泰國當地的 比較超級甜的 好香喔 好香喔 好吃喔 好煎熬喔 我現在要做了 一種高味的餃子 哇 它就那麼濕 火好像滿燙的是不是 有點燙耶 好煎熬喔 好煎熬喔 好煎熬喔